王山的公安 他们特别展现说 我们今天非常努力的救灾 救他们救什么 他们在救一头猪 大家人都快活不下去 你给我救一头猪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避难所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还没水没电 你不要再去救猪 广东到现在来讲 你现在不只是天灾 你根本是人祸 哪有说我现在在出大水的时候 两个水库给我联合泄洪的 所以我街上的车 全部都被冲走了 连人也被冲走了 中国来讲 他也是 为什么 现在出现了一个南老北汗 出现一个灾难就已经很严重了 他现在南方淹水 刚刚讲广西 贵州 广东 全部那个水到现在还没有退 北方出大干旱 刚刚我觉得很垮 他看到那个黄河 黄河的河床都看到了 对 现在来讲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南老北汗 这个画面是什么 这画面是黄山的暴雨 所以他这个淹水淹下去之后 刚刚来讲的话 他一栋房子竟然就直接给倒塌了 代表什么意思 还在下 对 还在下 还在垮 然后这一栋房子 大家都知道说 他水一直冲一直冲 大家也知道说要去救他 可是有办法救他吗 没办法救他 就只能活生生看他 就倒了下去 那这不是特例 在其他的地方 很多的房子 因为下面的水 冲刷之后地基部 一个一个就给冲走了 然后他就说 现在来讲多人失联 而且现在是煤电 没有网路 也没有任何的讯号 所以这些画面 如果等到讯号恢复 可能会有更多的地方 这是在安慰 更可怕的是说 你觉得那只有一石一地 那也就还可以控制 它不是一石一地 它是整个流域都这样子 整个流域都是这样 另外来讲的话 我看到广西 广西来说的话 现在桂林车站里面 就是所谓的一个高铁 当初在盖的时候 有特别加高 特别加固 可是一样 水下来之后呢 整个都冲进去了 连它的月台 连它搭车的地方 全部没办法 反正高铁来了 只能赶快走 因为一停下来 可能就没电了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高铁我顶多算了 我就不要去搭高铁 那我回家就算了 这个地方连医院都被淹了 而且医院淹下去之后呢 他们说一瞬间就淹了出来 淹了出来 对 很多人就说 哇 怎么办 赶快一个就一个 可是里面有很多ICU 很多的病床 里面的人根本逃不了 然后呢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还停电 原本医院有不断电系统 可是呢 水一来 不知道为什么 停电了 然后呢 后续大家就只能够赶快 把人给推出去 这些地方 安徽 广西 雨 下成这样 洪水变成这样洪灾 可是呢 你往上去看 这是黄河 黄河竟然没有水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地方呢 它变得非常非常的干旱 所以你先看这边 这个是黄河的河床 对 上面应该是 滔滔黄河的 什么都没有了 黄河应该是滚滚巨浪 不是 黄河是水天上来的啊 但是现在没水了 所以呢 网友就说 这黄河丑死了 因为没有水 所以你直接看到的是 黄河的河床 而且呢 连续很多天 河床慢慢的军裂 慢慢的军裂之后 大家想说 哇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在山东这个地方 这个河床很大耶 对 我们来看一下山东 它的雨量 平均降雨量 1.3毫米 所以呢 现在来说的话 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水 你就无法跟踪 没有跟踪 你接下来又没有粮食 所以呢 南老北汉之后呢 后面恐怕会带来的是饥荒 而且我们常常讲的 中国的天灾跟人祸 常常是绑在一起的 你刚刚看到了安徽 你看到了广西 现在看到的是广东 广东到现在来讲 它的水还是没有退 还造成很大的伤亡 现在大家讲 你现在不只是天灾 你根本是人祸 因为哪有说 我现在在出大水的时候 你水库 而且不是一个水库 是两个水库 给我联合泄洪的 广东这个地方也是下大雨 然后呢有洪水 那有洪水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应该要看一下这个时程 大家要把这个时间讲好 你要泄洪 这当然要泄洪 但是呢你要轮流 没有想到呢 竟然是两个水库 大家讲好一起泄洪 联合泄洪 而且呢 这泄洪了之后呢 才告诉你 简讯才来 他不是说 我们待会下午几点几分要泄洪 他是泄洪之后 才告诉你说 水务局紧急通知 上游长潭水库和平远右树河合并泄洪 哇 将达到五千立方每秒 然后呢 你在看到的时候呢 他已经在泄洪了 这是一个暗胭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我已经下来 告诉你 一秒要五千立方公尺 才告诉你 极其喊见 下游承担去大家里 你不是讲废话吗 然后你们也给大家反应的时间 所以呢 这画面就是这样子 所有这车 街上的车 全部都被冲走了 连人也被冲走了 这画面我们看到真是吓傻了 这什么 这个是下游 这个在福建 也是洪灾 福建荣岩市的一个洪灾 那这个洪灾把人给冲走 那冲走之后呢 好不容易找到人了 找到人之后呢 变成这个样子 全身都泥巴 全部都是泥巴 而这个泥巴 网友就说 天哪 这个不是兵马俑吗 最后把人给救火了 可是以这种状况来讲 代表说 你有天灾 也有人祸 当你仪器并在一起的时候 那你根本是受不了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 你天灾来了 是不是要救灾 对 你是不是要的 人民解放军 你是不是要勇敢去救灾 不是 我觉得这个帖子 把大家给气炸了 对 这是在哪里 这是在黄山 黄山的公安 他们特别展现说 我们今天非常努力的救灾 就他们救什么 他们救一个二十雄 他们在救一头猪 他想说 大家人都快活不下去 你给我救一头猪 对 接下来讲的话 这个画面就是什么 就是被大家批评说 有记者在派 你才来救 而且很多人流离失所 接着他就公布了一个影片 叫公安在线 就说我们有公安 我们去帮忙 然后我们救了一只猪 所以我们解救 人民与水火之间 结果你帖子不发也就算了 你一发之后下面说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还没有避难所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还没水没电 你知道吗 你赶快来 你不要再去救猪 所以 救猪的画面 反而是把这个情绪 积到最高点 这次NVIDIA他们公布了所谓的AI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气候的模型 为什么气候的模型 因为现在的天灾地变 现在的气候暖化 造成的这个灾害越来越严重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模型 我们的超级电脑 你要对气候非常能够掌握 我们刚刚讲到的 台湾这两天 刚刚讲 我们的水库都满了 可以发现 没想到水库那么满 我们有那么多的雨 今天不只是基楼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摊坊了 现在这个雨量大到随时都可能出现灾难了 是 而且现在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既然叫做大气长河 即将在这个周末 以及下礼拜会影响到台湾 所以他所带出来的雨量 真的是不可以小觑 他们这边特别 你说这个接下来要来台湾的 对 大气长河 大气长河 而且他们说现在这个封面 正好在那个华南上空在移动 受到水汽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导致今天到端午连降 全台都有雨 而且现在看起来 限制到了下周一跟下周三 中南部也持续是有这样的短暂雨 跟雷雨的情况 其实是要慎防这样的土石流 第二件事情是 也因为这样子 这个大气长河 这两天其实很多地方 全台都有雨的情况 我们的水库你知道吗 现在包括增稳水库 然后南华水库 都已经有大量的一个雨水进来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蓄水 至少超过九成一样 看起来今年夏天缺水的问题 应该比较不会造成这个部分 所以说我们在台北 没有那样的感觉 原来全台湾都有这样的大雨 大雨的好处 当然把我们的水库给灌饱了 可是刚刚讲到 也让整个山坡地的海水量 真的太高了 刚刚讲的除了基隆之外 现在很多地方也出现山崩的状况 出现了一些相关的山崩状况 像是哪里 像玉山主峰4.9公里的地方 它摊放了一个20公尺 还有嘉义的梅山道瑞里 这个部分也是呈现一个土石摊放现象 而且你知道在清晨6点多的时候 其实就是呈现这样土石摊放 没有办法通行 现在其实旁边都有一些工作人员 在进行一些抢修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们都知道端午年假 所以在行津这些地区的时候 要特别小区 还有包括哪里 还有包括血管处也表示 今年的就是本月的 就是6月2号跟3号 一个强降雨的情况 所以导致就是大陆 临到东线5.2公里处 在6月3号的时候发生的摊放 道路中断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行 目前整个基距也都在抢救当中 那因为今年的光是地震 下雨这些 他们这边的摊放 竟然已经发生了5次 事实上这个情况越来越频繁 还有是在嘉义166县道的这个地方 也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同样发生摊放 也是摊放 也是摊放 那你像刚看到 哇这个很严重 这是哪里的苗栗竹南跟头粪 这个地方多处积水 然后甚至这个是院里的镇 有一个土地公庙旁边 连续三天的胖壳大雨 导致这个百年老龙树的根基 被完全掏空 直接就倒胎在这个土地公庙的屋顶上 然后看起来土地公好像显现神机一样 土地公没什么事 土地公没什么事 然后对此 这个东景跳出来讲到说 这个水利处消防局 在这个讯期期间要特别加强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即将要有那个廉价假期 所以在行经这个相关路道的时候 真的要特别小心 所以你说现在要特别 注意说刚才讲的 一个汽流长河要往台湾而来 因为这个情况 已经造成了广东广西 中国的南部大淹水了 是那这个其实呢 除了这个强降雨之外 还有大风也一样造成一些灾害 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在两广地区 那有一些什么样的画面呢 就是说有一些男子 想要把这个遮阳伞收起来 没有想到整个人就随着伞 因为风雨是在太大 你看他在这边本来要收伞了 结果后来没有办法 而且很多那个一些相关的被吹走 有没有 那个人整个是这样完全被吹走 你就知道这种强降雨 或者整个被吹走 他本来是要收伞 他好像在路上做帆船 完全是被吹走了 那还有包括 还有一些其他地方 也是八个孩童 一样也是受到了一些受伤 也是因为大风吹的一些关系 这些画面其实看起来都还蛮惊悚的 你就知道就是说 这个气候异常现象 真的是会造成一些安全的问题 还有就是呢 这个是广西的暴雨 捧水喷出 那这个主要也是因为 他们在近期之内 一个强降雨的状况 然后退 水退不掉 所以整个村庄都是泡在水里面的 还有包括在6月4号的时候 广西的一个无六宝 突然发生了山洪 你们看到很可怕 这个突然之间 整个水都这样冲进来了 一户人家瞬间就被淹 然后他们有一个老人家 80岁就是在里面 水整个都冲进来 还好你知道怎么样吗 没有漏电问题 不然这在这会造成的 性命上的一个丧失 还有包括了一个 山洪的一个爆发 那同样的就是果农 在拉绳索 要渡这个洪水 有没有看到这个水 虽然实在太湍急了 你就知道这个强降雨 然后突然之间 可能是相关的一个溃堤 或者是说瞬间 雨是这样暴涨 这样起来 你看这个果农 它其实是拉着这个绳索 是要渡这个河水 其实这个真的还蛮危险的 那还有包括 水整个灌进了一个地下室 所以地下室 所有的一些相关的设备 也全部都是在水里 20年前有一部灾难的大片 叫做明天过后 那时候我看我想说 20年后不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 这应该只是一个 吓唬人的灾难片吧 没有想到 当时20年前这个灾难片 你可以看到 当时一大堆人都已经跑走了 一大堆人都在水深火热当中 一大堆人都会看到了 包括有龙卷风 包括有冰雹 包括有闪电 包括有豪雨 全部人都被迫离了家园 现在20年后 就出现在大陆的广东 你看看这些画面 这不就是冰雹吗 而且这个冰雹 竟然比一个拳头还要大 现在除了冰雹之外 还有龙卷风 这个龙卷风还被人家形容 叫做火龙卷 肆虐者广东 现在广东这96个小时 根本跟人间炼狱没有两样 是不是跟世界末日没两样 那只是一天吗 现在气象专家 气象当局都说 这不单单只有一天啊 未来会常常发生 而未来常常发生的情况之下 现在全球都要面对 全球的气象大战了吗 好 钟伯哥 我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 20年前我看了一部片 叫做明天过后 中国到过叫做后天 那时要被大家笑 现在笑不出来了 为什么 电影画面竟然 现在竟然活生生的 直接搬到了我们现实的生活帐 就在我们对岸啊 广东昨天 我那时候看的画面 我快吓死了 第一个我看到龙卷风 第二个我看到了冰雹 这冰雹 竟然比人的手还大 是 少和 昨天我们才在讲说 世人正味 是天灾惊恐 72小时 没想到今天变成96小时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我们今天 一整天 都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讯息 首先 先来看看中国大陆的广州 广州竟然出现龙卷风啊 天啊 你要知道对很多广州人来讲 说我这辈子 都没有见过龙卷风 没想到一届 见到这么大的 你说在美国有龙卷风 我相信 这是在广州 这么大 你现在看到的是 人家近距离拍摄这龙卷风 这个龙卷风呢 在中若潭 它在广州白银区的中若潭镇 所以又叫中若潭龙卷风 对 你看好 这龙卷风它有一个特性 第一个它很大 它的半径 它的直径都很大 你知道它很多人看到的时候 发现这个龙卷风 它的这个风速 大概每秒有20公尺 所以呢 它这样子吹吹吹吹 它最后吹的直径距离长达有一公里 而且你去看它的风速 它虽然是这个 每秒有20公尺 换转成时速 大约有差不多70公里左右 是属于龙卷风 在中国分四级里头的第三级 叫强龙卷 可是 它的速度有点慢 你速度慢就很恐怖啊 你等于是在那里一直卷 锁到时速全部肆虐 来 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个 有一个驾驶 他当时在开高速公路 我先说 他有太太这辈子都没看过龙卷风 突然他先生说 太太你看前面那是什么 那个黑烟的好像 来自地狱的恶魔一样 那是一个黑什么 黑烟吗 还是整个 后来才知道是龙卷风嘛 对 好 结果他太太就说 等一下 他就跟他先生讲 你有沒有看到 他打到旁边的那个是什么 原来是龙卷风 他卷起的残骸 去打到了高压电塔 所以形成了第一道的火花 后来他们以为这样 已经够震撼了 没想到第二道 太太尖叫第三声 第三道 先生尖叫第四声 第四道 四道的火光 雷光 白光 电光 全部变成火龙卷融合起来了 所以你去看到 当时在开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位驾驶 这辈子没见过 突然一次就见到了这么大 讲三级龙卷风嘛 对 好 另外还有一个 龙卷风所袭击 我刚才不是说 就是这个 中若潭镇的好几个村吗 好几个画面都好惨喔 这几个村 所以这跟平地没两样 就像被战火袭击后一样的惨喔 来 你看喔 这些村落 如果今天你是用钢筋水泥盖的房子都还好 对 可是你知道他们有时候会有顶楼加盖 或者是厂房会有铁皮屋 只要是用铁皮的 或者是顶楼加盖的 全部微信免屋顶都被吹掉 你去看那个水塔 那水塔我目测 那不锈钢至少两吨重 整个 像是被炮弹打过一样 对 那你一定会很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白布 对不对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那边有个纺织场 那个纺织场 聚车间的女工讲 她说她当时正在车间 就因为下午三点发生嘛 龙卷风一吹过来 她说 屋顶不见了 屋顶不见了 对 那屋顶不见之后 龙卷风整个灌进来 把整个车间一搅 搭的工人 立马一把把她给扶走 她说她早就被龙卷风卷上天了 对 你没有发现 旧弹人在抢救的时候 雷雨还在下 你听 你听那个雷雨声 砰这样 他们是在雷雨当中 在闪电当中 必须冒着生命危险 继续去抢救 有可能困在这些厂房里头的人 因为有些人 因为没有人知道龙卷风死虐之后 会变成怎么样 因为第一个断讯 好 然后第二个呢 断水断电 你看有很多人他在点蜡烛啊 对 那旧弹人又怕二世成灾 也怕到时候蜡烛引起火灾 问题是那些人很多人就想 刚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 他们就不肯出来啊 所以旧弹人现在就是冒着雷雨的天气 而讲到雷雨的天气 大家都知道龙卷风 是因为忍热气流突然交汇 所以产生了一股动能 那这种对流旺盛 就会下冰雹 是 你说生的是不是屋漏偏逢年夜雨步 应该叫屋漏偏逢大冰雹啊 而且我常常说 如果今天冰雹乒乒乓球的大小 其实就够致命咯 砸到人不得了咯 我没办法想象的是 大陆的这个广东这次冰雹 吓死人了 他们说跟垒球一样大 跟磅球一样大 有人甚至说跟拳头一样大 我们把镜头移到广州的另外一个地方 叫做真城 对 在真城的这个地方呢 他发现 那个冰雹吓下来的时候 一开始就像你讲的只是乒乓球大小而已 所以他们认为 顶多就是可能砸到会痛啊 或者是砸到这个车子啊 可能挡风玻璃破了洞啊 结果后来他们说 拍摄者自己在讲 怎么那么大怎么那么大 越来越大 下出变成是垒球 变成是棒球的大小 那所打到的东西 全部都被打穿洞 你看哦 下在盒里面那个声音 照到你是不是经过了水会减压 会降低他的速度 没想到那个声音可以打到 砰砰砰砰砰这样子 然后你看 所有的这些房子还是一样 如果你是木造的 如果你是那种很能钻造的 这些房子都进不进打 毁了 我带他去看哦 在河边有人在钓鱼 他根本不晓得 他怎么还敢钓啊 没有 你不能这样讲 他不晓得冰雹会来啊 虽然豪雨 但豪雨已经一个多月了 他已经习惯了 就没想到他只能撐载 他那把伞蛮蛮的 他把那个强力板 就是这个 你看到没 这屋顶是强力板做的 我以为这是一个特色 这都是被冰雹打的 没有 满天星啦 好 那这强力板 怎么会被打成这样 你以为他很脆弱 有工人就把它拿下来 他用砖头 从好几公尺往下砸 没破 他再用铁锤用力的 咣咣咣咣 没破 冰雹怎么一砸就破 因为重力加速度 加上他的大小 讲到大小 兆和 我刚刚那样形容 你可能顶多觉得 哇 我现在要你称慕解蛇 你看 天哪 你说不出话了 这 是不是 手将握脚还有这么多 很多人常会讲 真有这么夸张吗 但是呢 中国大陆的网友 以前你们可能觉得 他在抖音要刷存在 刷眼球 他就拿出来就真的这么大 这是已经超越棒球 累球 已经是跟拳头一样大 这是杀人冰雹了吧 对 不过我也必须讲 在这场灾难当中 救难员都很辛苦 灾民也很辛苦 要重建 不要在这时候刷存在 你看有人就说 哎呦我被冰雹砸到了 你看我的脸肿成这样 第一个 这个女的脸肿成这样 你还笑成这样拍 你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 你这也太假了吧 好 他还微笑 而且还没言过 这个怎么那么巧 就刚好在这个地方 对而且人家就说 这个批的也太假 好那不管 真真假假假假有真真 但灾难是真 我们把镜头拿到 中国大陆最近福建广东 那在广州的部分 你知道他们讲 尤其是珠江流域 已经下到了 775.7毫米的雨量 就短短这一个月 是长年同期的九倍 九倍 是不是破时尚纪录 好 那你看广州有一个地标 叫广州塔 有人就募集 就说那个闪电 击中他 击中一次 被民众募集 被民众拍摄到 他们就尖叫 哇 怎么会击中到 不过这种防雷防电射 是不用怕的 但没想到一小时 连击六次 六连鞭 对 六连鞭 他们就说 这是一种意象吗 这是一种提示吗 难道这是一种警告吗 世界的气候 真的乱了套 从龙卷风 到冰雹 到雷雨包 这也难怪 现在大陆想说 我们是活在一个世界末日当中 六连鞭 难道就是一种警告吗 新闻新闻新闻 造成广东百年以来 最大水患的这个雷雨包 现在他的前缘 已经到了台湾 现在对台湾 也造成了一些的一个灾害 在现在最严重的状况 可能要到了周末 因为这个雷雨在最强 最重的这个区域 礼拜天 礼拜六 会到达了台湾 是我们要高度的一个警戒 但是这个雷雨包 已经对广东 对于香港 造成极重大的一个伤害 而且这个伤害是天灾跟人祸 交替而至 这两天虽然在广东的上空 这个雨稍稍的缓了下来 可是这个水情还是非常的严重 水位还是在上升当中 因为他们现在的飞雷峡的大坝 继续在泄洪当中 你想想看 雨水加上了泄洪 对于当地来讲 会造成非常可怕的一个灾难 特别是我们看到了深圳 深圳现在根本就已经完全 变成了一个水乡折国 好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明明中在帮首席的财经专家 黄瘟收收您好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电报总统长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政媒体员张雨萱 好 第四位是 气象专家郑哲盛 大家晚安 好 第五位是 资政媒体员霖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资政媒体员霍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礼拜五非常关注 造成广东百年来最大水患的雷鱼包 刚刚讲 他的前缘已经到了台湾了 而且我们更注意到的是 这个礼拜五 礼拜六 他最强的封面 会造成台湾的灾害吗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对中国来讲 更可怕的是 他是天灾人祸交织而滴 现在整个深圳 整个广东 水还没有退 没错 事实上现在这个雷鱼包 已经在广东造成百年 一律的灾害的雷鱼包 现在已经抵达台湾 本来讲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为止来说 西半部都在下雨 但是 礼拜五礼拜六 台湾才是会下雨 下最多的时间 最严重的礼拜五到礼拜六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来说 是今天 昨天的这个画面 但是 现在还不是下雨下最多的时候 可能这个周末之前来说的话 我们台湾更要拉起这个 警戒的这个状况 所以有人想说 今天去走高速公路的时候 是 前面那个大雨磅礡 影响到视线了 对 那但是呢 事实上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时间点 我们就讲 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的话 从昨天到现在为止来说 保险我们直接看这个图 这图来说的话 你看最严重最严重的时间 是在这个礼拜五的下半周 跟礼拜 礼拜五的下半天 跟礼拜六的时候 你看这个雨呢 是吓到整个都发 发到可能会止暴的这个状况 尤其是中南部的这个 中南部 对 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小心 那为什么 今天整个高速公路就是因为大雨 所以出现打滑的状态 对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从昨天到现在为止来说 特别是今天早上 你看今天早上的雷雨暴 最严重的时候就在中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台中这个 就发生非常多了 比如说有人在开车的时候 因为雨下得太大 你看 就在路间就打滑 因为雨下得太大 水面都完全积水 就像他就整个打滑 撞到这个 撞到这个分隔岛的这个情形 直接撞上去 那甚至是因为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高速公路 好像在下部不一样 就是因为中部的时候 好大雨 就在今天凌晨的这个时间点 好大雨的时候 很多人开在路上去 哇 我根本看不到前面几公尺 我都看得非常不清楚的这个状况 甚至苗栗 因为事实上 现在是盛产西瓜的时间 完全这个 好旁哦 农田都被泡在水里面的一个状况 好 那甚至一直到 今天这个下午中午的时候 你看在这个地方又下起雷雨包 这个地方在哪里 在嘉义县市这个地方 所以事实上现在 雷雨包所到之处 都造成非常大的 这个降雨跟灾害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才讲的 这个方面其实慢慢 已经往台湾移动了 照一讲现在 在整个广东上风 照一讲你会有一个空间 对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这个雷雨还是非常强 第一个 雷雨还是非常强 这个是天灾人祸交替而去 没错 王宝杰 现在整个珠江三角洲 你知道多夸张吗 从广州一直到深圳 现在全部都在泡水的状态之中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从一家人家人口 看出去的画面 他说这个暴雨来之前 那个天还是亮的 你看他开始关门 在关门关不关门 天就黑了 对 就几秒钟的时间点里面 向雨不但非常的急 天色也不断 马上就变暗 而且你知道 风也非常大 还有非常多的这个雷电 闪电这样的情形 甚至你知道 不只是下雨 还有很多地方 甚至下起的冰雹 因为有时候对流太过强烈之后 这个温度温差太大 下起的这个冰雹 甚至因为这个狂风暴雨的这个状况 保险你只要你这时候在路间 你真的是完全没办法做工 你看这是下冰雹 你会觉得这好像在下雪 实际上这是下冰雹 下冰雹 下到这么厚 下到这么厚的这个状况 那因为狂风暴雨 在当地的所有摊贩 就完全都被摧毁了 就是说你看 你看那个摊子都完蛋了 就完蛋了 就完全他摆的这个东西 或是原本的这个 遮雨棚全部都被摧垮 那甚至因为 我不知道 因为雨下了太多 保险你自己仔细看 在路上的时候 你看人都 旁边的这个人 就快要被风吹倒 吹倒这个状况 连路都站不稳 那因为你看前面 所以你看 前面这个卡车已经提上来了 他不敢动了 旁边那个摩托车 摩托车几乎要被吹走了 对好 那风多大 雨多大 甚至我们就讲嘛 深圳这个地方来说 一夜入秒 一夜就变成 一秒就变成夜晚 原本是白天的这个状况 你看马上乌云过来之后 就好像变成晚上 那不是变成晚上 马上下起暴雨 下起暴雨之后 然后马上 没有到几分钟的时间点 路就马上击撑 所以就叫一秒入夜 对一秒入夜 而且几秒钟之后 这个整个路道 整个道路就变成是 河流的这个情形 现在相当相当严重 而且雨下来之后呢 所有几乎 目前为止 深圳广州的路 全部都变成是 水路的一个状况 甚至很多人就说 你看下大雨两分钟 就能结满一桶水 然后几乎整个 这个广东的这个山头 到处都是 尤其是在这个山区这个地方 南岭这一带 往南的这个地方 完全都是摊翻 摊翻 有一个情形 土石有相当相当严重 所以他就说 这是百年一遇 但是为什么这么夸张呢 保险 原本他们有五到六月 有所谓龙舟水 就是说 他们当时都会有 非常强烈的这个降雨 但是没想到 提前到四月 而且提前到四月来说 这个降雨量呢 都是已经是百年一遇的这个降雨 而且现在呢 很多这个在山区的这个洪风呢 一波一波往南打过去 往南打过去之后 保险你知道造成什么状况吗 我刚才讲到 现在的整个珠江三角洲 是全面泡在水里面的这个状态 全面泡水 而且现在最惨的是什么地方呢 保险知道 广州还有包括说像深圳 现在都泡在水里面 广州深圳是中国大陆 非常重要的制造业中心 现在都是完全是这样子 那有人就质疑说 不是这几天已经雨比较小了吗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还会积水成不退呢 保险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个土里面来说 就韶关 然后英德在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有包括珠海中山 然后东莞深圳这些城市 就因为在这个地方 有个叫菲莱霞 他因为撑不住了 卸洪 上面的洪风土石 有一波接一波的奶 他怎么办 他就知道把他卸洪了 你看 这是人家拍到画面 清远菲莱霞的水库 15个闸门 保险知道 15个闸门全部开了 因为为什么 他不开的话 他这个可能会溃体 溃体更加危险 他就一口气把他全开了 全开了之后就导致 他整个下游的这个状况 我们知道之前 我们不是曾经说过吗 中国在北方下大雨的时候 他为了要救这个雄安新村 淹到很多地方 把这个闸门都打开 现在也是一模一样 现在这件事情 发生在广州这个地方 而且他现在淹的 就是整个菲莱霞的下游 这个广州 还有包括说深圳 就完全被淹在水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的大淹水 跟他的调节有问题 所以就是第一个 当然雨下的非常大 百年一遇 第二个就是因为上面的这个水库 开始泄洪 而且保杰他们说 不好意思 这还没有到最高峰 因为接下来 还有一波更大的这个激烈降雨 所以你说这个封面 对 后面还有一个更高峰 所以他们现在说 没办法 我们必须要赶快这个泄洪 否则的话 不泄洪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好 那现在除了这个 到处都泡在水里面之后 保杰现在更夸张的是什么 因为你看 现在整个深圳暴雨之后 你看 所有的车辆都被泡在水里面的这个情形 对 而且现在呢 还有一些画面是什么呢 那如果在水里面之后呢 因为道路 道路这个 你在走在路面上的时候 会发现到说 很多原本可能在地下 到的什么蟑螂 老鼠 什么一大堆都跑出来了 那这个现在 你看还有蛇 一大堆 蛇都跑出来了 都跑出来了 然后他们都非常紧张 而且为什么 因为有人走在路上 因为走在路上的时候 就可能会被蛇咬到 或是可能会有这个老鼠 可能会有很多被老鼠咬 或是被蛇咬到的这个状况 你说在地下道 在水沟里面的东西 都跑出来了 因为他们都被淹了 那现在在广东 你可以想 这是广东 你可以想得到吗 洪水 因为洪水淹出来的时候 很多垃圾原本没有清理的 现在完全都浮在水面之上 所以现在大家担心什么 可能这个洪水退去之后 中国搞不好会爆发 类似什么 什么传染病发生的这个状况 那因为现在洪水 还高 还一直没有退掉 因为什么 你接下来的话 还有另外一波降雨的高峰 然后上游的这个 目前为止 保险我们就讲 整个南岭附近 很多土石油 一直不断地掩埋下来的时候 他们被迫一定要把这个闸门打开 所以现在恐怕 这个所谓天灾人祸的总和 在广东这个珠江山脚洲这边 目前还不是最高峰 下一波的这个降雨 可能才是他们最恐怖的一个时间 影响广东造成百年来最大水坏的 这个预报 现在已经到台湾了 你想说 礼拜五的下午到礼拜六 是台湾雨势最大的 要非常小心 而且更可怕 导播局看这个 它现在后面还有一连串在跟着 而且这一连串跟着 最大的还在后面 是 台湾这一波 其实我们今天早上起来 已经觉得比较凉快了 就是这波已经开始慢慢通过了 等于说你看这个 南边这边的闪电了 已经在往南压了 所以说这一波封面 算是告一个段落 那后面的话 就要看这个 在海南岛这边 后面再生成的东西 你说这个就是 礼拜五礼拜六 可能会到台湾了 就这个 因为这个它会先在大陆这边 形成一个像 上次那边 让那个 两广那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低压槽跟那个切变线 在那边形成非常大的这个局 等下我们看大陆那边预报也是这样 整个地方 整个等于说整个华南地区 会变成非常强的一个封面 然后再出来 再影响到台湾 所以它刚刚才度过的一个灾难 更大的雨还在后面 这个是下一波了 那如果我们再看这边的这个状况 台湾未来预报 这个是气象局 它预报的 这个 防灾中心预报的 就是在礼拜五跟礼拜六 礼拜五 礼拜就是刚刚讲的那一波 从大陆那边出来 出来之后 因为它现在今天开始 它就开始酝酿了 然后明天就在大陆那边深沉 那这个时候台湾还没有碰到它的回波 然后它的这个 整个封面雨带 就是到礼拜五的下半天 到礼拜六 可以看到整个礼拜六 你来到中南部地区 这个时候 因为它这个时候 它的西南风会比较强 比这一波还要强 所以说中南部 会受到地形效应的影响 对 造成它的风雨 雷雨会更强壮 所以说 我们要不能等闲四肢 这个中南部 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所以说 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刚刚讲 高雄台南 嘉义的南边 雨量都会非常大 几乎台中以南 台中以南 都是大雨 而且它这个时间 会影响到一整天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还好那边 目前没有什么地震的影响 对 花东那边算是 挡在山后面 所以风雨会比较小 可是中南部 我们要特别小心 防灾的现象 好那现在 这个就是你带来的就是 接下来这个 就是这个最强的 对对对 接下来就会来到台湾了 对你看 它这个是今天 它正在酝酿这一块 就最快 对对对 就现在最强的是这一块 对对对 它开始酝酿 现在台湾这边慢慢通过了 这个封面开始通过了 所以看起来 没有什么降雨的状况 这个是 中央防灾中心 他们做的一个 水气通量的预测 然后可以看到 它在今天 明天礼拜五 它就变大了 那广东那边又开始 开始可能下雨了 然后到了后天 礼拜 礼拜六 礼拜 对不起 明天是礼拜四 今天礼拜 礼拜五 就变成这样 礼拜五就开始移出来 到台湾这边 然后到礼拜六 台湾就受到它的影响 这一波再过去 然后后面还有 它还有 它出去之后 还是会留一块在这边 也就是说它通过之后 到了下个礼拜二 又会来一波 那等于说大陆那边就是 等于说每四五天 就一个周期 那它会造成的影响 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看大陆 他们自己做的一个预报 为什么我们上次看到 那个风 风墙宇宙 它的风速预报 你看它这一块 明天的状况 就开始 已经开始起风了 它是相当于 七到九级风 七到九级风 相当于一个 轻度台风的风速 所以你看到那个风速 所以只是一个雷预报 像一个轻度台风 它那个是一个大的 叫做 中止度对流系统 然后降雨的话 这个红色的部分 是两百五 两百到两百五的这个状况 然后这种雨 本来在台湾来讲 一百两百的话 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好雨 可是大陆那边的话 因为它浮衍广大 对 虽然雷的雨量 这个总量会非常多 然后流到河里面的话 排水不凉的话 如果说它的排水 又是泄洪的话 对 它就造成整个地方的泛滥 那整个华南整个地区 可以看到 24号到5月3号 它整个都是雨量的累积 都是整片都是 所以它到处排标 台湾当然这几天也有 礼拜六 所以我到了下个礼拜六 下个礼拜还有 对 它们等于说 一波一波来 每四天就来一波 每四天来一波 每四到五天就来一波 那至于说 后面那一波 对台湾的影响可能 会怎么样 我们要再持续观察 可是它们的预报就是 这个24号到5月3号 它起码会有来山坡的这个状况 对它们的影响非常非常严重 好 那另外一讲的 现在不是只有台湾 也不是只有中国 现在全世界都乱了套 刚刚讲的芬兰 芬兰居然下降 今年是暖冬 四月居然下了大雪 那我们刚刚讲的 在这个杜拜居然下了大雨 今天你弄了这张图 就可以看到 全球的高温 非常 已经都一直在破纪录了 对 全球高温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1850年到2023年 统计到去年的状况 它的温度 如果从1940年代 就开始一直直接长的 然后1970年代 你看它是一直往上升的 但过去最高温的温度 是在2016年 它是跟这个平均温度 是差1.03度 可是到了去年 已经差到1.18度 我们叫正负二度C 它已经1.18度 还没有到这个世纪中 还没有到2050年 快要破2度了 对 马上快要破到2度了 所以它的速度一直非常快 而且全球你看它的这个温度 所以今年有一个预测 也就是说去年是圣阴现象 圣阴现象今年的隔年 那它今年会有在下季地区的话 包括亚洲 澳洲 还有大洋洲 这都是圣阴现象影响的区域 会有非常高湿的一个状况 湿度很高 湿度很高的话就容易中的 我们看到刚刚印度那边 那个主播为什么会这样昏倒 那就是中热衰竭或中 就是说你有汗排不出去 外面空气非常潮湿 那你的体温要调节的话 我们要排汗去去除这个高温 可是当你的温度排不出去的时候 你就会等于说 人的高温就没有办法用散热来排汗 它温度很高 湿度也很高 湿度很高 那湿度很高的话 这个水系没有办法 经由干燥的风把它吹敌这个汗气 那我们就会 人体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都是我们要预测 这个未来高温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华南地区一路过来的雷宇包 现在已经到了台湾的上空 现在台湾要高度警戒 中央气氧局也发布警报了 接下来会有豪大雨的特报 现在在花莲 现在在台中 以及有灾害产生 那这个雷宇包 为什么让大家这样的进口 我们现在看到 它经过广东的时候 已经对广东造成极大的一个灾害 有人讲说 这是广东百年以来 最可怕的一个水坏 现在甚至有些的层层 已经对外失去的联络 甚至有些城镇有被灭村之鱼 这个为什么一个雷宇包 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 而这个雷宇包 在接下来两天 对台湾又会造成 怎样的冲击呢 好我们今天请到 留在大方首预的 资深媒体人 张宇轩 袁宇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美岛电视报总统长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我们要特别介绍气象专家 郑哲胜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深媒体人盧玉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桃园市议员黄金平 大家平安 玉峰 我们刚刚讲的是 这个从华南地区 一路来的这个雷宇包 现在已经到了台湾上空 现在已经高度的警戒 因为这个 会对台湾造成伤害吗 没有想到 它整个从东边来了 第一波居然从东边 东边的时候 已经造成灾害了 对 其实刚刚 我们录影之前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才5点左右就开始连续的一个地震 又地震了 对 又地震 而且这地震是三四次 而且他们的浅程是非常浅 大概就十公里左右而已 所以大家觉得说 怎么地震又来了 那现在除了地震之外呢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雷宇包也到台湾了 在花东地方了 其实 保险跟你讲 这个不管是黄的 红的 这个都是雷宇包 这雷宇包一路 从广东过来之后呢 大概明天后天 恐怕会对台湾造成 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因为在广东那边 其实已经让他们发生了一件 大概是百年来难得一次的大豪雨 好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在广东有多么可怕 对 这个雷宇包 你想说雷宇包就雷宇包 没什么了不起 这个雷宇包 你看 这个雷宇包比他们的台风 比他们的预风还来的恐怖 而且他们现在带来的雨量之大 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 它已经有几个村落 对外已经完全失去联络 失去联络 现在大家担心有灭村之鱼 对 其实大家看过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在广东 广东你看那个画面 整个这样子风雨打下来之后 大家觉得说 现在到底是台风还是雷宇包 这个画面看下去 那个有个旗帜 整个都快被拉直了 这里台风还可怕吧 对啊 这个感觉 它只是一个雷宇包 如果你把声音开下去 你真的会吓死 因为是整个好像在刮台风一样 然后另外来看的话 很多的车辆根本就抵挡不住 现在马路就已经变成停车场了 所有的车辆就全部被卡在一起了 反正你根本停不了 直接就被冲走 另外来讲的话 还有过去 广东的雨水这么湯 对 这是马路 对 这是马路 然后另外这个是文风塔 文风塔过去来讲 都是一个观光景点嘛 可是文风塔 现在来讲的一二三楼都不见了 因为都被水下去了 它水深三层楼 对 水深三层楼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地方 最可怕的就是韶关 韶关那边的话 有六个村镇 其中有一个村镇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办法联系上面 没有联络 对 因为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都还是在市区 市区的话 它的基础建设相对是 比较结构比较好的 所以你顶多看到的就是马路变成河 但是房子还在 可是韶关这个地方 难怪大家这么紧张 这个雷宇宝一路的过来 从华团过来 它现在已经在广东造成这么大的灾害 代表这个雷宇宝很强的 这个雷宇宝真的是非常强 然后还记不记得 其实4月18号 就上礼拜四的时候 台湾也是一瞬间 下暴雨之后 你出去外面看 白天变黑夜 所以其实在广东那个地方 它的天空是变成什么 天有异象 变成整个绿色的 然后呢整个绿色之后呢 就开始狂风暴雨 那狂风暴雨 是你根本就是来不及跑的 难怪我看到媒体上不写说 它是一秒入夜 对一秒入夜 然后呢它在里面 广东大概50条河 里面有30条河 都超越了警戒线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它雨下完之后 你会以为说刚刚好 就结束了吧 雨下完之后大家可以喘口气 这个画面雨下完之后呢 其实那个大的上面的雨量 直接从上流冲下来之后 路跟桥就不见了 一瞬间就 就垮掉了 然后呢这个雨 冲到了他们的高铁车厢 高铁车厢里面 也是直接有水渗进来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一般民众讲说 算了高铁不要去搭 不要去搭 你开车出去 结果呢外面下大雨 里面也下小雨 所以呢他们现在在里面呢 还要把垃圾桶 变成雨水桶 拿过来来乘雨 那最可怕是说 这个东西 你还有一次 有车顶挡一下也就算了 这个画面 大家是在苦中作热啊 这个阿伯剩下一个头 可是呢他慢慢的移动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骑着电动车出门的 骑电动车出门 最后呢 是遇到这种 竟然是一瞬间 雨 就淹到了他的头部 所以呢他舍不得 放在他的电动车 继续牵着走 好导伴我们看到这张图是 这是中国的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 预报图 刚刚讲你看到这个深染色 已经非常恐怖了 这个底下这个更可怕 这个是大概在250公里到400公里之间 那就是这一条 要慢慢往台湾过来了 对 这一条其实在那边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你这里面 这个猪肝虹的话 它的雨量是多少 250毫厘米高 400毫米啊 所以这一条在 在当地 叫广东在韶关那边 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害了 一开始大家去 难怪说 它现在已经很多的村落 对 变成平地了 广东韶关雨下的非常大 雨下非常大的时候 其实外面 你大概看到的时候 要进去韶关之前 看到说天啊 怎么变成一个湖啊 你根本没有看到道路了 然后呢这个暴雨之后呢 后来大家想到奇怪 打电话 联络不到家人 然后呢一直有人打电话 去找船长队出去 最后的情况之下 是用他们的空拍机去看 宝哥你知道吗 它韶关是沿着河的 所以呢这一条 原本这里都是住人的 那这里都是住人 为什么现在都没有房子 因为雨下的太大 所以它整个 雨这么大 这个地方是土石坦塌 土石坦塌下来以后 那自己房子怎么办 对这个地方就是江湾镇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很害怕啊 你这里原本应该是有楼房的 应该是有人住的地方 结果整个摊下来之后 都没了 都没了 然后呢大家大陆网友就说 我爸妈他们的电话 还是打不通 两个晚上都没睡好了 因为家乡一切都安好 然后很多人就一直问说 天哪 怎么一个镇就没了 然后这个雨雨包呢 其实一瞬间呢 浪次月18号的时候 一秒入夜 好 刚刚讲的 它现在就是这个 广东来的这个 它是一个弓形的刨线 对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雷雨包 这个雷雨包 刚刚讲这些都是雷雨的在里面 这个慢慢 它就像一个刀 慢慢慢慢缓 过来 过来以后会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 你刚刚讲的 它是过来的恐怖在于说 它的天地之间 瞬间变色 对 一夜一秒入夜 那一秒入夜的情况之下 其实有一个地方 它是在这个广东的一个野生动物园 它野生动物园 是所有的动物都在外面 然后自己有一人一驱嘛 对不对 你不可能有一些动物 它不会聚在一起 可是一秒入夜的情况之下 动物对天有异象 是非常敏感的 这个画面我们一看到 真的非常可怕 你很少看到 有这个斑马 跑的跟巨马一样快 因为一秒入夜 然后再加上雷雨 动物吓死了 大家都吓死了 然后还有那个长颈鹿 长颈鹿你一边来讲 你也看到它就慢慢的慢慢的在走 结果一秒入夜的情况之下 长颈鹿全部拔足狂奔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 雷雨包对他们的动物造成多大的惊吓 好 那我们现在也要关注到 我们东部 我们现在东部 真的已经接连碰到地震 现在又大雷雨 导宝看 现在很多的苏阿公 这边很多的交通 又中断 导宝看的画面是 很多的地方 山崩在持续的进行中 其实我们看到所谓的刨线 刨线就是雷雨包聚集在一起 然后你把它拉下来之后 从这个广东的地方 已经慢慢拉过来到这里 其实花东现在来讲 就是在刨线 就是在雷雨包聚集的地方 我们之前花了很大的力量 好不容易把这条线 人和段给疏通了 现在雨下下来之后 又谈防了 所以现在来讲 这个交通 尤其铁路这地方 已经又没有机 又没办法通行了 好 建平 刚刚讲到的 这个雷雨包 它的威力 它的整个时候的危害 比我小叫来得更可怕 广东碰到百年来 最可怕的一个水坏 而且这个水坏里面 可以讲 它夹杂的雷雨 这个是什么 这是广州塔 大家看到画片 广州塔 一个小时接连六次 那个闪电 啪啪啪啪一直拿去 这个是上个礼拜六 4月20号 晚上7点到8点 广州著名的地标 小蛮腰 就是广州塔 它上面有引雷针 那有民众就拍到 在一个小时之内 这个不断的接引 这样的一个闪电 啪啪啪啪啪 总共六次啊 这个景象 看来让人家觉得 哇塞 嚇死人了 对 雷电都被引到了 这个广州塔的上方的引雷针 你看到没有 民众还在这个影片上面 附注 这样的 123456 总共六次 一个小时之内 所以想象一下 这样的一个强对流 跟雷雨包的这个天气 在广州 不只是广州 在广东清远 兆庆 惠州 韶关 还有包括这个广州的这个地方 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 强烈的这个雷雨包 还有强对流 以及大豪雨 有些地方啊 甚至下到了这个 300到400多了 这个豪米啊 累积雨量降这么多 一下子你在广东的这个地方 尤其是你看在广州的机场 飞机要降落的时候 怎么landing呢 landing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不稳定 以至于有这个旅客 就在这个机舱里面拍下来 那时候要降落之前啊 那个整个摇晃的这个幅度啊 一开始连两名空姐 在送餐的时候 或者是推这个 要贩卖东西 他就坐下来 坐下来之后 旅客开始拼命的尖叫 拼命的叫啊 还在那夹杂的一些脏话 然后就开始整个机舱 剧烈的摇晃 让旅客一下子都吓死了 好 承承 刚才讲的 从华南地区来的这个雷雨包 现在已经到了台湾 台湾要高度警戒吧 这个对台湾来讲 会造成可怕的一个灾害吗 我没有想到 在广东怎么那么可怕 一个雷雨包进去以后 百年最严重的水患 的确 广东的它的汛期 等于说提早 一般美雨季节 应该是在五月六月才开始 那现在才四月二十 四月二十 而且这个封面系统 我们看起来 它的长相就很像美雨的系统 美雨系统 它的尾巴就在广东那边 所以你看今天早上 昨天这两天 在广东 它那个大量的这个 不管是薄线或者雷雨包 这个几乎就是在美雨季节 产生的那种 中止度对流系统 在那边下了非常大的雨 所以让那边大雨成灾 还有强的阵风 可是以前的美雨 有这么严重吗 那个美雨 那个广州塔 广州塔一个小时 打了六次的闪跌 以前是没有这么严重 以前没有这么严重 对 没有错 现在因为气候暖化 所以说这个大气里面 所以含水分就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的话 它的美雨包就会越来越强 那如果看今天早上 今天下午 我们在花莲这边的这个 降雨的状况 它其实是封面还没有到 封面在北边 那它只在封面前面的这个雷雨包 就让东部地区下了很大的雨 那其实台湾西部地区 才是明天开始 才是真正这个雷雨包 要影响我们的这个时间 西部明天开始 对 西部是从明天 因为今天的雷雨包 它都在外海集结 对 集结的话 现在还在集结 还没下来 那只是说在广东沿海 华南这边在集结 如果我们看这个 那等一下 那如果在西半部的话 那是什么 那是在双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还是它会到南部呢 它是从北到南 从北到南 整条线的 你说整个西部都跑不了 对 没有错 因为本来春天的封面 本来是很快过去 就只有北部影响 可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 梅雨的封面 已经提早开始产生的这个现象 所以是它从北到南 而且会滋留在台湾地区 一个礼拜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非常注意 好 那你先帮我们带来这个水 天气图 天气图 这个天气图 刚刚讲的这个都会到了台湾 对 台湾了以后 刚刚讲的这个会影响多久 就这个朝鲜吗 对 这个封面 你可以看到它从日本南边 一直延伸到 经过这个 琉球群岛到台湾的北部 然后一直到广东这边 本来在昨天的时候 它是在广东的北面这边 所以广东这边 广西这边都在下雷雨包 而且它这个是 你看到这个红 红蓝 红蓝 这是滋留封面 滋留 停在台湾 因为它没有在动 像这个蓝色的 它是很快会走掉 所以说它可能到时候 会分成两段 我们如果看后面的这个 预测图的话 可以看到 这个是明天 后天 然后礼拜五 礼拜六 这四张图 它前面这一段 会快速过去 断开 可是后面这一段 会留在这边 然后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又补上来 又跟它接上线了 所以又变成一个滋留 整条 变成一个滋留方面 所以说从明天 礼拜二开始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都有 是的确 而且它的影响时间 应该就是说 明天 后天 是中北部 会受到它的影响 可是从 然后它断掉之后 从后半段 周末的时候是中南部 受到它影响最大 尤其是南部地区 如果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欧洲模式 做的一个预测 它的这个雷雨资料 这也是一样 明天下午 这是礼拜二 对 礼拜二 这礼拜三 明天 礼拜三的下午 这是礼拜五 礼拜六 明天开始 它的这个系统 开始压下来了 所以看到这个 这个闪电都是雷雨 它开始进来 所以是从加一以北 应该讲从台南 对 台南 加一 以北 都有 都会有进来影响 然后加上明天后天 这个影响 然后到了后半段 周末的时候是换成南部 你看到北部这个 是空下来了 换成中南部 开始继续影响 因为它整个吹的是西南风 因为它那个封面 等于说原来是 从北边压下来的时候 最后断开 它会有个 稍微有个空档 就是礼拜三 礼拜四 可能有个空档 可是礼拜五 礼拜六 它继续补充水气 然后又接上线了 然后就变成一个 很强的雷雨包 尤其是雷雨包 这个封面系统 它的前缘是最强的 它可能会有薄线 都可能产生在台湾西部地区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等前 施制这个封面系统 可是现在另外一个是 我们现在台湾干旱 我们也希望有一场雨 来解决台湾的壳 现在这个东西 它会带来大量的雨吗 没有错 它会带来雨 那就是说看它 是不是会下在石门水库 现在目前就是石门水库 还有西部地区 宝山水库这个地方 如果说它在那边 可以停留 时间稍微长一点 你可以看到北部地区 好像时间没有很长 到周末之后 就稍微短了 可是在一二三的话 在礼拜二礼拜三的话 它如果能够下很大的雨 像上个礼拜四 一个小时就下了七十 台北地区 如果它可以维持这种七十八十 下在水库上面 对水库 绝对是不乎小谷 那我不解释 你说在华南这些大雷雨就算了 我没有想到 连杜拜 刚刚讲杜拜 阿曼阿联酋 全部大雨 这个是非常特殊少见的 沙漠地区的话 本来是中年少雨 对干旱 它说一年九十公里 一天下了254公里 254 对 台湾这个 我们当然平常如果说 午后雷阵雨 还有这种梅雨季 有的是会下到一百两百 两百以上就是好大雨了 那杜拜能够下到这个样子 这种表示天气 是整个气候 极端天气 在每个世界 每个地方都可能产生 那为什么觉得 好像每年的极端天气 越来越可怕 今年 今年来得更凶更急 对 因为我们的气温没有低下来 气温没有低下来 气温没有低下来 对 因为现在是 像今天4月2日的时候 是这个世界地球日 世界地球日的话 再讲大家做环保 如果不做环保 继续排碳的话 就是可能会 在每个地方产生这种状况